开车是一种对自由的追求 而追求自己喜欢的腕表 就好像正乎玩到 可以让你享受感官刺激 你可以随着自己的步调 去感受表与车之间的协调 这一次我收到新加品牌的谣言 他要带我去测试一只 前所未有的神秘腕表 这一次我收到新加品牌的声音 水 水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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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嗽 我用 degree石膏 大家好,我是Gorex Timepiece GDC4的小刚 说到今天要聊的表 就必须要说一说GPHG大奖 可能你会想到你会说 GPHG这个奖罢了吗?有什么好出奇? 对,GPHG对一般传统大品牌可能没有什么好聊的 可是今天小刚想讲 如果是由华人我们国内自表品牌拿下这个奖的话 那这确实给了这个品牌巨大的肯定 当然什么红点设计大奖 还有一堆其他的奖项 加加买卖几十个就不一一在这边讲 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官网可以看到 GPHG其实这个大奖就类似表界的奥斯卡奖 也可以称为它这个名表鉴赏大奖 那这几年中国国内自表技术和工艺崛起 也被世界认可 所以这个中国自表品牌拍出的作品 陆续几年都拿下多个奖项 也包括了国际瑞士钟表GPHG这个大奖 就小刚刚刚有提到的 那当中就有高明气的这个SIGA 再来就是有这个贝伦斯 这一些等等这种品牌 每一款都经过重度改装的这个机型 拥有复杂的这个工艺去呈现 就好像这一种百万等级的这个MBMF WRK这一种的类型 那其中SIGA SIGA的这个立体旋转地球 和这个贝伦斯的这个火星 这个计划一号 这个MASK PROJECT 1 都是小刚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表款 那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一种中国国内处的这一种表款 他的这些有些 他这个这个价格几乎都是过万的 那这点就能感受到他的这个质感和工艺 非常荣幸受到SIGA SIGA的这个邀请 测试即将要发布的这个新作品 魔术师Magician 那他整个表格和机星是可以独立分离的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开箱的部分 也已经可以拆得出了 对不对 那他提供了三种不同的这个表格 随意更换 那这个真的必须给个赞 因为真的多了很多的玩法 那平时我小刚一支表 都配了很多手表袋 不同的表袋去玩 那现在如果给三个表格 哇 我看我真的是要买一车表袋回来才可以玩 那这个乐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表的材质 主要是为这个不锈钢的 那质感是好的 小刚抓在手上 不会有那一种廉价的这个手感 每一款表格装上之后 上手都有不同的感觉 而且小刚完全是没有用原厂的那个胶带的 因为原厂给的那一条单单一条的这个胶带 我感觉是有一点 对我来讲是有一点闷的 所以小刚用自己买的这个表袋 那有复古皮系列 有打孔的这种比较热血的这一类型的 或是有鱷鱼皮这一种等等 那小刚你看影片装上那一个就是小刚自己 哇 匹匹百大飞力的这一种 这一种22x16的这个规格 哇 装上之后啊 这个档次啊 瞬间有那一种 哇 雨波啊 Qblock Big Bang那一种大爆炸的那一种感觉 真的是 乐趣非常高了 那这一支表呢 主要你看他整个表头 拆开之后他是圆的 那他前后都是做了这个裸空的这个设计 用了这个大面积的玻璃啊 非常的独特 那机型的甲板也做了这个裸空的设计 那改成这样 他这个机型啊 这样改了也是由 SIGAR 新加品牌自己去设计完成的 那最特别是那个机型的固定圈 那很巧妙的小刚发现了 他是用了这个全透明的这个材质的 所以让人有一种感觉 整个机型好像悬浮在这个手表中央这样子 这个真的非常的特别 非常的酷 而且他中央的这个秒针 他是改为这个齿轮的设计 所以你走私运作的时候 非常有那种机械感 这个真的是加分不少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龙头 他的这个表冠做的是特大的 还有还有那个非常漂亮 手感非常上层的这种 质感非常好的这个螺旋纹 抓起来真的是非常的顺手 尤其是那个龙头 他那个SEGA的那个logo 设计真的是非常的美 那背后底底盖的部分 你看到玻璃是用了这个全屏的这个表面的 所以佩戴的时候 小刚发觉他非常的贴手 而且厚度官网说他也不到 不到11mm的这个厚度而已 所以上手其实是非常的舒服 那随意更换表克真的是很爽 小刚收到的时候在测试这一支表的时候 我可以讲应该玩的整整 给我玩了一个小时 那个咔嚓那个一下的那个声音 真的是越玩越过瘾了 一直让我手痒 时不时就算我带出去带出街都好 那我时不时很想拆出来又装回去 这样子 是不是有一种很无言的感觉 真的是非常的特别 那这个拆装的设计 都非常的符合人性化 那实际操作起来也非常的简单 那表克是全面采用这个雾面处理 和拉丝抛光 所以给人真的超有那种雅典 那个Ulis Nardin Uwork那种科技机械感 而且好处是几乎不会沾指纹的 那经我多年小刚自己玩表修表的经验 他的这个机芯可以发现到他也是那一种好的质量 那加上国内机芯已经研发的非常的成熟 那小刚十年前自己有买过的这个铁大师 那时候才几百块的这一种机芯到现在都没有保养过 还能用 那这是最好的证明 那现在带影片可以看到小刚把这一颗这个表了 这一款这个机芯上机实测的话 他机芯的走势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惊讶 可以调教的如此的精准 那你看他是这个4hz 28,800频震率的 那比一般日本入门的那种3hz 21,600频震率那种的机芯确实是强了不少 那如果稍懂表的 其实你可以看出他的这个 和这一种通用ETA那一种 以前那一种2798 2789 甚至是2824那个类型 他的构造了 几乎是一个样的 更多的资讯这一支表呢 几时会发布呢 留意小刚在留言板写的这些留言信息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